你看到這題目 解這個連例方式 可得Y是等於下列哪一個答案 那首先 我們在這裡用第二式減掉B式 那麼相減的時候X會消掉 那麼用-2Y減掉-3Y 那麼得到這是Y 那麼-3Z減Z 這是-4Z 所以呢這裡減4Z 那麼這等於 這用-22去減掉-6 那麼是-22加6 那麼這是-16 那這裡呢我們用第三式減掉第二式 那一樣這X會消掉 這Y減掉-2Y 所以是Y加2Y 也就是3Y 那麼這裡呢是-13Z 去減掉-3Z 所以-13Z 這裡變成是加3Z 所以呢是-10Z 那麼-10Z我們寫-10Z 那麼這等於-22減掉-22 那麼這是0 所以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 我們得到這3Y-10Z 這是等於0 這時候我們要求Y 所以呢在這裡 我們其實可以先求Z 然後再反代回去求Y就可以了 那這裡呢我們先等號兩邊同乘以3 那麼寫下這是3Y 然後這裡是-12Z 這等於-16乘以3 這-48 這時候呢我們用這個式子減掉這個式子 那相減的時候這3Y-3Y是消掉的 所以呢-10Z 減掉-12Z 那麼得到這是2Z 這等於0去減掉-48 所以得到這個是48 因此呢我們算出這個Z 是等於24 這個答案 這時候我們要計算Y是值 那麼這裡呢我們把這一項過去 所以呢Y是等於4Z-16 這時候Z等於24 帶進來 那麼這等於4乘以24 那麼416寫6計1 428 然後加1這是9 所以呢我們得到這個是96 然後去減掉16 因此呢我們算出這Y是等於80 這個答案 所以呢我們這題答案是要選A 這個答案